中华民国世界儿童话展从1962年开始办理 如今迈入第54届 而8月在台北市举行国内特优以及国外得奖作品颁奖 即日起则在全台举办国内巡回展祭教师成长研习 而第一站来到了花莲市的松原别馆 即日起展出到10月底欢迎前往参观欣赏 画出疫情也画出战争时期的心境 中华民国第54届世界儿童话展巡回展 即日起举办国内巡回展祭教师成长研习 第一站巡回来到花莲市松原别馆 举办班长典礼祭教师研习 来自世界40国籍本国儿童绘画作品 透过儿童画笔 画出各地不同民俗文化与生活写照 这次展览的内容 一共有50几个国家累计了十多万件的作品 然后从当中来把它评写出来 这个涵盖了很多的各地方的民主特色 或者是孩子的那种纯真的想象力 或者说是关心在这块地球上面发生的事情 这个孩子对他们周围环境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心里看到的感觉到的 他就把它飞扫出来来参与这个世界 在非洲这个比较贫瘠的国家 他经常会出现的就是一些好像比较黄沉沉的那种色彩感觉 或者有一些好像是比较被污染的状况的东西出现 还有如果在文明国家像英国美国法国这些富裕的国家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他的材料的应用 他的各方面的物资都丰富 所以在材料的应用上还有孩子的创意上 就有不同的各种的表现 在我们亚洲方面呢 因为亚洲方面的孩子个性会比较细腻一点 所以在画面上看起来就会有很多的想象力 创造力思考力 而且很细腻细腻的把它表达出来 除了巡回展也同时办理教师成长研习 邀请专家透过儿童画作和各校老师一同探讨 儿童在创作里的符号和讯息 从儿童的笔触 看见世界各地风俗文化 也挖掘真诚的心灵境界 节期展出至10月31日 邀请民众从儿童绘画 感受创作中胜利的世界 出动内心的感动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